妳拿來 妳拿來 馬上歪掉 Ara彈琴 歪歌 起爪 現場驗獸 彈道呆滯 我們學校有這麼多的小阿妹 小小任何 讓個合唱團去參加比賽 拿到冠軍 它馬上就是我們的特色了嘛 預備 唱 怎麼去擁有一道彩虹 由真實故事改編 電影聽見歌在唱 馬志祥飾演的體育老師 起手代課老師Ara 為主旨廢校帶領小朋友 組成合唱團 我是可以負責伴奏的部分 那指揮要怎麼做 很多小孩子他們都是素人人人 所以我必須讓他們知道 我們這場戲要做的是什麼 我們進行的是什麼樣的東西 所以我該做的東西 我都會做出來 即便我真的彈得不是不凱 其實而且那場戲 有點搞笑的是 我在彈一些動作的時候 我如果手離太遠 沒有碰到情境 會真的很假 所以我就只好真的彈上去 可是我彈出來真的是 外甲刺刀 就是外甲刺刀的那種音 就是完全你聽不懂 它到底是什麼 可是大家都很認真 就是演出來就是有憋住 為我憋住那個笑 可是 我有捏大腿 對 中間東西這個都 彈 就馬上彈掉 像導演要求希望我一定要做到的那種 我是基本上一定都會練好的 像比如說前面的前奏 然後中間有一段就是 我要假裝彈錯的 那個 那個歪掉的那個地方 那個其實我是不一定怎麼歪掉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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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你知道我有一點厲害對不對 我連歪掉都給它練下去了好不好 你現在叫我彈 就是完全沒有辦法那種 所以你那個東西不要拿出來給我 我現在在提醒你 不要讓我出窗 太可怕了 我們看到都覺得很恐怖有沒有 很想把他拿去廁所沖掉 嚇死 你幹什麼啦 你 我就當作你自己要創作好不好 你拿來 你拿來 我把你拿去廁所沖掉 他好像可以 我把你拿去廁所沖掉 你撐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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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上歪掉 左手 左手 我不記得 我真的不記得 我只知道 表情太刺了吧 我剛剛就太刺了 哈哈 太刺了 好 好